公园城市的这种建设 我们也能感受到 周边的景观也更漂亮了 绿化植被也更丰富了 成都日报的记者 然后现在在做一个采访 可以耽搁两个一点时间吗 可以 好 谢谢 知道今年的7月1号是什么日子吗 是建党100周年的日子 是的 今天我们在做的这个采访主题 就叫做成都人告诉你 共产党为什么好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答案呢 我觉得肯定少好 首先好在城市建设 因为我们就住这附近 然后每天出来要散步 觉得这样的环境打造好了 我们散步也苏醒 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现在像修的绿道 包括现在做的水治理 各种方面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一个环境的友善性 这一张建党100周年的生日货卡 你有什么对党的主题 都可以写在这上 好 祝中国共产党万岁 祝我们的祖国 烦恼昌盛 祝国家昌盛 祝国泰民安 您好 打扰一下 我们是成都日报的记者 然后现在在做一个采访 可以待个几分钟吗 没事可以可以 好谢谢 平时我带着孩子 没事就愿意到我们家附近的 那个什么公园去 周围的那个绿地去刨下步 每一年都有很大的一个改观 所以这是我们老百姓的确实能感受到 建党100周年 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国方面大家都充满了希望对未来 祝党生日快乐 早日实现最高理想与目标 原中国复兴之梦 百年大党 生日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